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连我们说跳槽都只发生过一次 就是他本来从无线电视开台 1967年就一直是他们的台主 然后到了大概80年代的时候才跳了一次 然后还是回去了 那那个时候常说无线呢 他特别的严格 就是任何的议员如果离开了 就很难再跨过那个门槛进去 但是他还是比较被欢容的接受 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地位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想说他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是说他的开心果这个形象 他一直都有保持那种哈哈大笑 可是问题是 一个人如果保持一个形象 几十年啊是很困难的 你要想想看 就社会一直在变化 娱乐圈一直在变化 这个影视一直在变化 他如果一直能保持的话 就表示他每一个阶段都正好适应了 那个阶段的某种需要 然后可能是他做了一些调整 可能是社会做了一些调整 这本身这个历史 从他去看香港演艺圈几十年的历史 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你从他这儿啊 我还就联想到了 要不不能不说陈冠希吗 现在人人都在逗谈陈冠希 我觉得你看他们这一番 年轻的孩子 什么TWINS啊 张博之啊 陈冠希啊 谢霆锋啊 这么一波 香港还有上一代 像四大天王 你好像感觉呢 比如像刘德华 张学友 甚至是更早的哈 他们好像感觉就是 你看越老的艺人 他会越注意 咱们通常说的得意双心 什么所谓 这方面 就比如说很多做善事 而且你看刘德华 在任何地方出现 感觉都是个很健康的形象 他是老官嘛 老官 老官 刘德华很不一样 但是你看这个江山带有才人出啊 这回这个事 弄出来了 大家一看 这些年轻人 就是都是说 原来算是这么玩的 然后那天我还给文道打电话 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 因为我就混淆 我就看 这个几个电视台在放 阿娇出来讲 我天真 我好傻 然后呢 我又看谭永林 这个是老前辈 他有一种互犊子的那种心理 但是他互犊子心理 你知道他怎么说呢 对呀 年轻人嘛 难免会犯点错 会冒失一些 那意思 大家就原谅他们这个事情过去了 可是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 我在想他们错在哪了呢 就是他们要为了什么 而向大家道歉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在你刚刚说那段话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就是说 我们总是以为老一人 老一代人啊 好像是比较得意双心 但其实我们该注意 就是说 如果他们是活在这个年代 对 他们也会完蛋 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 例子 像你刚刚说的谭永林 谭永林是全香港人都知道 她是有两个太太的 那么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事实居然没有对她造成 很大的一个伤害 这是为什么 就不同年代的媒体的处理方法 不一样 第二就是 我觉得曾志伟啊 对这件事 昨天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曾志伟说 现在是经理人的年代 就说像阿娇这件事 他出来 他怎么回应媒体 他怎么处理这件事 是要经理人去帮他设计解决 但像曾志伟 或者说沈殿霞 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是靠自己的 以前艺人是 哪有经理人啊 哪有这么好的保护 对啊 都是靠自己的 所以你们讲这个 我倒是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同样都是公众人物啊 其实他还有两种不同 原来我就老说 就说 现在社会这个娱乐工业啊 工业分工啊 导致出现了一种叫 异化吧 人的异化现象 比如说 我这个叫 邓文涛的主持人 其实是背后一个节目组 嗯 造成的这个 嗯 这个我 但是呢 作为观众来说 他会觉得要求你 直到你的生活中 我就让你这个人呢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呢 嗯 可是他的话 不见得是他想说的话 嗯 他不甚至可能是领导 让他写的 就别人给他写的稿 嗯 所以他当然存在一个虚伪的问题 如果你要纠集到实际 你会同样说性生活啊 我记得好比说 你想想李敖 呃 写的那个书 他会写 你比如说 屋里都装镜子啊 这么很有性的乐趣 甚至是觉得啊 比如跟小女生啊 有点喜欢这个 有点微微的 微微的那种玩似的 受虐的 嗯 这么一种快感 你看他可以写出来 好像大家也觉得呢 这也就是他 嗯 但是呢 你要换到像这些 年轻孩子身上 为什么就 一下就大滑了呢 还是说是因为影像的力量 就是 说一千句 不如一张照片 那这部分有原因 但是其实也牵涉到 时代变了 我们看事情的那个 观点跟角度 有时候有些永远不变 但是有些变得很快 比如说以前有可能 我们看到一张照片 或许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那个讨论的方法 就是跟现在不一样 嗯 因为现在的报纸 会帮你打造了 现成的一些 比如说指责 嗯 或许就是一些观点 所以大家可以随便就是 你喜欢这一句嘛 你就讲嘛 所以其实是从他们身上 我们得到了一些角度 而不是说 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当中 去找到一个角度 嗯 那这个媒体的那个影响力 当然是越来越大的 嗯 因为大部分人 其实他之所以 那么喜欢买那些东西 就是他不用经过 自己的脑筋 他可以现成的 拿到一些观点之后 就跟大家分享 对 那有话题吗 比如说像那些照片 在香港媒体一开始出来 已经把他名字定名了 叫营照 对 对不对 对 这其实就是个角度嘛 对 就你本来我们 如果没有经过这些 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不是营照吗 怎么会是营照呢 营照就比如说 你可以有很多称呼方法 比如说你自己 他就回到那个本质的问题 对 比如说私人性生活照片 对 这也是一种观察的角度 对 你怎么会叫他做营照呢 像英文媒体 就没有营照 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个角度 对 你知道我最近 因为他有道德判断 就琢磨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一个社会 这个人太多了之后 他分成 比如说在道德观 价值观方面 分成好多层次 比如说有所谓传统道德观 那天我就讲 我说是不是做公众人物 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你要靠出名挣钱 你要做公众人物 那么你应该按照 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来生活 甚而至于到你的私生活当中 要不然你就别挣这份钱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其实阿娇他有谨守这个规矩 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派到 蓝鬼坊去怎么样 他也没有派到 就是被派到 他做一些任何有为 他本身形象的东西 这些你们现在看到的照片 都是因为他在关起门来 自己的私人时间里面 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 他也没有犯到你刚才讲的那个规矩 那为什么很多人骂他呢 不是我们这样子来 我们把这个问题拆几部分问 就假如阿娇 他这些照片不是陈冠希 或者是 我现在其实不知道是不是陈冠希拍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保留一个 可能 说你为什么不准是女孩子要求要照 对不对 我们先保留这个可能 OK 假如那些照片是被偷拍的话 大家能不能原谅他 就能不能接受 他原来跟陈冠希有这样的关系 又或者说假如陈冠希跟他 比如说他们是男女朋友 大家都公认的话 那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问题这么仔细 不是 你这样讲的话 对不起 闻到你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大家有可能从这些照片 发现原来阿娇是非常大胆的 因为这照片反映了 就是说原来他很主动 或许他那种被动 其实还是蛮主动的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的 那个人来讲 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就比如说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好像说 你现在要做一个明星的话 你知道他 就是说你在生活上 有两种 比如说有一种所谓知识分子的 或者我们叫正确的 还是科学的 现代的价值观 认为 比如说 人的性爱乐趣 他只要不伤害别人 两个成人自愿 关起门来 他干什么也可以 是他自己 这是一种价值观 但是呢 还有一种价值观 认为就是说 你既然身为公众人物 即便我们都能干这样的事 你啊 不能拍照 就是你 你比如说 你你你你玩这个 你就应该想到 你身为公众人物 万一泄露出去 这万分之一的可能 就是说 你不能玩这个 就就好比说 我即便说 我们美国人都说 我们能搞婚外恋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美国总统 你搞婚外恋 明星会不会下班 明星会不会下班 我反而想问一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的 到底他是犯了 技术性的错误 还是犯了道德性的错误 对啊 对 你说你 你不应该拍照 那是技术性的错误 但是如果你说 你拍是因为你这样 一拍的话 你就会对很多人 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 那是另外一种 因为破坏别人的幻想 跟让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有可能是两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点 就是把两个事情混为一谈 就是你的责任 就是 这不是个道德责任 这可能就只是个技术责任 所以我觉得他说他天真很傻 这可以完全是从技术理由接受的 就是说 我搞不好 我觉得那句话其实很多解读 对啊 很多解读 因为你想想看 我再举一个更荒谬的 听起来很难听的例子 假如有一天 杜文涛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拍到你 你原来拉屎是不插屎的 我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拍到出来说 你太败坏道德风气 你怎么那么脏 这个全国的什么卫生教育都被你破坏了 你会说这个 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个坏习惯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让人看到啊 你觉得大家能觉得能不能接受呢 你说的还就是我这种问题 就是说 那么是不是说 如果我认为我是个公众人物 那么我应该改掉我这个毛病 以后应该擦 我觉得你会随时就连关在厕所都有个眼睛 所以我那天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 是因为这个时代 我那天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 就是说一个人选择做公众人物 是不是说你要放弃你自己信奉的某种生活价值观 甚至于过某种最接近保守 叫道德原教旨主义的清教徒的生活 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到曾志伟的那番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聊曾志伟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曾志伟怎么聊 因为他讲到说这个专业里面 其实大家都有分工 所以变成这个明星其实他的形象 很多时候是跟他的 比如说他要代言什么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整个的工作的规划 决定了他其实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他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你在外国的话 比如说大明星Grad Pitt 或许Angelina Jolie 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就是我们说 speak their own minds 他们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 所以变成我们这个文化他好像已经有一种工厂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变成说你们又要希望明星他真的是在做一个人 但是其实我们也明白到他不可能是个人 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决定了他要讲什么跟做什么 那我们不能用外国的那种明星对他们的那种态度来要求我们的这里的艺人 因为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觉得 说的很对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好莱坞啊 你会发现有很多明星 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政治意见 而且他们从来不忌讳去谈的 对 我马上想到在香港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艺人啊 他们是没有政治意见 就算有的话就一定是帮政府 很多意见都没有 对 光是政治意见 干确就没意见 你看那些娱乐新闻 每一次一问他们的话 他们都是在念稿 对 那个感觉就是不懂 对啊 但是不敢讲 懂都不能讲 你看好莱坞有很多明星他是这样 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去反对 在美国全国很亢奋要打仗的时候 他要出来反战 但是他依然还有工作 他不会说 那种人还演打仗的电影 他不会说 大家就说以后广告不找他什么 大家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以前已经有讲过了 真的大概是在十年前就开始讲了 整个香港的娱乐圈 或许电影圈 有一个潜伏的一个危机 就是因为经纪人的这个制度抬头的话 当然都会找一些容易控制的 喜欢听话的 没有自己意见的小孩子 年轻人 去当他们的一个身材的一个工具 这变成说 他们这些经纪人 根本就是让 今天的香港 说的 有没有明星 可不可能有明星 将来有没有明星的一种很重要的脱手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的这个根源 我想来想去啊 还是我深深怀疑的这个偶像 偶像 崇拜 追星整个的这个共谋的这个关系 就是这里边 公众和人物 当然一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公众要求这个人物 你得按照我们说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对吧 你不是什么 你也得是什么 你要不是我们猜你对吧 当然现在其实应该另一方面看看 就是说比如说我假如我是公众的话 是不是我对这个偶像也可以有一个新的理解 所以这个事啊 对对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吗他他裸露了真相吗 早就不该自欺欺人了 就是说我老觉得偶像啊 这个偶基本上可以当假字来理解吧 他不就是假象吗 假 但是你知道吗 人心里对玩偶 人心里本来就有这么一种迷狂 希望找到一个东西 像当年那多百万红卫兵还追毛泽东的星呢 还追毛泽东的星 对吧 现在是追娱乐明星的星 人群里有这种心理 但是这种心理又被娱乐工业商业利用 对你有这种心理吧 我不但不给你戳破这层窗户纸啊 对我拿这个余力 你喜欢这个青春美少女吗 或者青春少女吗 不染人间什么风尘的吗 好全是歌词是这样的歌词 交给他在公众场合说的话是这样的话 交给他的打扮是一个小女27岁了 交给他的打扮是一个女中学生的打扮 对就这样呈现在你面前 拿你赚钱 然后呢等着一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破产了大家全看傻眼了 所以我反而想到一个东西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而是说有人或许有其中一个明星 不要叫他偶像还是不偶像的 就突然之间就说我要讲我想相信的话 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相信的事情的话 不见得说这个群众就一定就觉得说 哎这个人我们就胜任无尽 所以这个东西牵涉到就是媒体 他到底怎么去缩造一个人物 这个人即便他很有一些想法 但他还要通过媒体才能够被看见被听见的话 只要媒体他本身是很反动很保守的话 那他还是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关键 大家不去探讨为什么媒体把这件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反而是说谁做了什么对的错的 那你还不是在这个媒体的那个整个的机关当中在玩游戏吗 因为香港的媒体其实是特别保守的 在这件事里面 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基本的概念啊 在现在大家的讨论里面都混淆了 比如说我那天不是电话里面我们也聊了一些东西 后来我也写了一些东西 林一华写的东西 就后来在网上都会给人骂嘛 比如说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在帮阿娇说话 就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他的私隐 然后有人就说他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私下是不是干什么事都行呢 比如说贪污 一个官员贪污 他那当然是私底下 如果不是私底下被曝露出来 我们怎么知道他贪污呢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基本概念被混淆 首先我们要知道公众人物有很多种 定义问题 对有定义问题 一个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跟一个政治家作为公众人物 是截然不同的 贪污作为一种罪行 跟他有性生活 这种行为也是两回事 贪污是影响到纳税人的公款 是侵犯到国家的公权 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正义结构 对不对 那他两人私下怎么样去做爱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这样当然我引起来想 经常我们有很多报道说出了一个贪官 他是报纸上津津乐道的灯 他有一个银窟 这个银窟里四面装满了镜子 他是敢多少个情妇玩的 也喜欢报道贪官这些事 那我马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你这导演呢 其实这事足够拍戏了 我那发型师刚才还跟我讲八卦呢 说那个killer你放心吧 照片和视频都不会看得到了 因为七百万已经过账了 就是说涉嫌金钱勒索 他怎么知道 这个killer报纸灯呢 这个killer是在世界各国好几个地方 存了照片 然后有密码 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人消失了 比如说被人做掉了 这些照片就会出现在网上 然后就哗这么轮索 就这样 你看传媒现在他讲传奇 所以你说就是你的发型师在讲这事情给你听的时候 你眼睛也灯在大大的 所以呢 他的权力感其实就是很强大 对 每个人在谈别人的八卦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肾上腺素都会上升 都很兴奋 你还别说 性啊 真是永恒的题材 原来有人说老弄性就过时了 看来没有 那天我们在北京几个朋友聊 最后出去聊 就从这程干西这个事 你看出来没有 比如说色界 真正有多少人是因为说艺术 去买票看这个色界呢 这个这个原因 社会上种种的这个绯闻 你看跟这个性挂钩 所以他们说这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永远的 对 都就是关心性 但是你关心性 有很多种关心方法 公众人物有 就算很不堪的性生活 也当然跟大家未必有关系的 我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 大家都觉得是圣人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当年他在领导黑人 做民权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有个很坏的 中央情报局CIA的头目 出名坏蛋 就胡佛 胡佛就想到一个方法整他 怎么整他呢 就在他每次去一个地方 去巡回演讲 搞运动的旅馆 装窃听器 居然给他听到 这样的一个牧师 有赵记 有赵记 有赵记女 嫖娼 结果他抓到这个证据之后 CIA马上请来 各大报纸的编辑记者说 你们看 这人真面目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当时美国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与票 所有编辑拒绝刊登这个消息 为什么 他们说 你这是在做人格谋杀 马丁路德金 他讲黑白的平等 这是个社会问题 跟他私人生活 他因为压力紧张 什么原因都好 他照记 是两回事 我们不会帮你做这件事 就算是一种文明吗 就是他们会知道 把什么东西 放在哪一个背景 来考量 我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法行师 还是大学的教授 有时候都好像犯了 同样一个毛病 就是没有把那个本质 跟那个背景 抓出来 所以很容易就是说 他明明是放在一个黑 放在一个黑的后面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就是说 黑就是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 那个混淆 它会让我们变得很 事情越来越复杂 那这个就是 你原来说的 就是港台的这种媒体八卦 他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立场 实际上是很封建的保守 他觉得 但是这种策略 性生活可以这么过吗 其实他是很传统 他才会觉得这个事 好玩和好奇 这要看 其实那份报纸 对很多人来讲是谁买的 比如说 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梁文道的话 那我想这种报纸 也许就比较难生存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其实没有很多 像他这样的人物 所以他写了都被人家骂 就是说你整个社会 是很保守的 反过来你的媒体 就会很保守 我不是老说吗 香港是一个 性道德上面 非常保守的一个地方 比大陆台湾 都更保守 对 我看有的大陆 那个网友说 这算什么呀 这就 这个就 就有什么牛的 就是都开始这么说 而且你看 香港是连有些知识分子 有些掌握文字工具 小节目 大陆 casi 正值得 不幸如 那它的 努力 極 个谈 对 你们